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我现在人是在花博的场馆 要参加的是台北国际插画博览会 那这个活动第一年举办是在2022年 这一次的第二届规模是更加的盛大了 从松烟搬到了花博 而且摊搭的品牌更多了 我们等一下就会带各位来看一下 这一次在插画博览会里面 会有什么样子很棒的品牌 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第二届台北国际插画博览会 是以我的主打歌Our Melody为主题 邀请创作者们挖掘心中的歌曲 让你的灵感被旋律带出来 整个奖会有300多个品牌参加 除了台湾的创作者之外 还有来自韩国、日本、香港、泰国等等 来自海外的文创品牌 阵容非常坚强 我们这一次就从海外品牌开始 带各位逛起来 首先登场的是我在插画博览会中 最期待的海外品牌啦 这一对月亮福奇 是表情开满了嘲讽 看起来很幽默、很有喜感的角色 在社群平台上 可以看见打屁股啦 或是跳舞 这些很生活化的互动 这一次在画博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两颗月亮抱枕 现场的粉丝几乎是人手一颗 包含我的同伴在内 那另外呢像是这些小贴纸 小卡片 还有并算是笔中纸的滑鼠垫啊 以及拒绝笨蛋的春莲 没有一件商品是不有趣的 如果哪一天出公仔的话 这边要来一份拳套啦 谢谢 我们还发现到一位 来自泰国的漫画美型品牌 而且创作者就和他的作品一样可爱哟 嗨,我叫Perry Topia 我是在台湾的艺术 我的艺术是一个女性的角色 最佳的印象 自然的日常的风格 和风格 混合了80年代 我非常喜欢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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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梅梅梅 我最喜欢梅梅梅 我最喜欢梅梅梅梅 我最喜欢梅梅梅梅梅 告诉各位一个可爱的小细节 创作者的衣服 是他自己设计的日曼场景 我们可以从他们家的商品来看 整体是走一种日曼的风格 而且是比较早期的少女漫画 像是这一区的明信片和小贴纸 都是那一种日本洋食店的感觉 那有一些妹子呢 感觉还可以去组一个少女战队 另外呢 他们还有这一种梦幻系列的风格 是不是也很美呢 这一回我们在展场当中 也看到不少的韩国品牌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品牌 小猫小动物 用色和图样 每一种都很可爱 他们这一次带来的小布包 还有不同主题的吊饰 以及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的 这一片小印章 品牌主角呢 是以小猫咪为主 我很喜欢他们应用在小贴纸 还有明信片上面的感觉 毕竟啊 像这样子的小动物主题 搭配温柔的颜色 谁会不喜欢呢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特点 我们看一下这些 拉条的纸胶带们 它和我们在台湾常使用到的盒纸啊 还有PET材质很不同 闪闪的 而且还带有一些厚度 所以呢 我也买了一卷回来 打算要进行一个随处性的研究 胡子蓬蓬来咯 小花公仔 还有迷你蓬蓬的小公仔们 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咧 但是啊 我还是必须要说 最可爱的 还是金泽老师 他每一次都很热情地 帮大家签会耶 全粉全粉 我们看完了海外的品牌 现在是回来看一下台湾品牌咯 有先前拍过的老朋友们 也有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 一起来认识他们吧 首先当然是马路口小花式咯 这一次我也有在摊位上帮忙 各位看一下我们这个展位 就是一个吃茶店的完全体 有水彩绘制的点心橱柜和假座位 还有真正的玻璃橱柜 展示的拼图印章和小贴纸新品 再来是这一些我买了好几张 写给各位的明信片区 这一次新品呢 我主要是推推这两卷纸胶带 分别是切合了摊位主题的 街角的吃茶店 以及很好拼贴小卡的 小动物美食之旅 再来搭配吃茶店印象拼贴卡 脑中就浮现出拼贴画面咯 那至于吊饰方面呢 我是很喜欢这个富士山小猫猫 也很开心有人和我交换 拯救我这个扭蛋臭手于水火之中啊 再来呢想和各位分享的是主视觉品牌小油画 去年文博会认识这个品牌之后呢 就一直觉得这个有深邃眼眸的小猫咪好可爱哦 这是以行星来发想的小猫咪们 主要角色呢是代表太阳和月亮的松松以及木木 现场最吸引人的是几幅画作呈现 没有特别的文字说明 却觉得有一种心灵的牢狱感 那再来呢还有这个木木头吊饰 就是用它深邃的眼神来看着你 其他呢还有一整排的小吊饰 满满的明信片等桌边 那我很喜欢小猫咪带给我这一种很舒服 也像是在安慰你的感觉 所以我就带了蛮多的回家 那这么可爱疗愈的品牌也推荐给各位 那说起可爱的小动物 当然少不了陪陪的小兔子啦 这次摊位概念呢是魔法小铺 我们绕一下呢 会先被这些小兔子玩偶吸引咯 每一次看都觉得好喜欢哦 希望可以赶快来我家 这个品牌主要是由小兔国和妖精之侠 这两个主要IP 第一眼吸引到我的 当然是胖胖小兔子咯 不过这些小妖精也是真滴美 同一位创作者 可以营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每一次看展 都会让我惊叹一次 你各位也一起来惊叹一次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积温考古的实验室咯 这是由双胞胎团队所打造的品牌 我们先前有开箱过 他们的鬼故事日历 以及很特别的红包和春莲 那他们主要是以台湾传统的吉祥图案 来作为创作的发想 我觉得这种风格 在目前的市场上比较少见 非常具有辨识度 那他们是以这些吉祥图案 打造出几位独特的吉祥生物 像这个的话叫做富贵帽蝶 然后就是用猫跟蝴蝶的谐音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一只猫咪 有一个蝴蝶的耳朵 所以它就是有长寿的意思 因为帽蝶是在古代好像是 70跟80岁老的价值城这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叫做英雄 就是比较直觉 就是一只熊 然后它有老鹰的翅膀这样子 然后就期盼自己有像英雄一样的气魄这样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有芭蕉叶的兔子 然后它其实在庙语上面 它就叫芭蕉兔 就是一个有芭蕉叶跟兔子的图像 然后因为兔子是比较多产的动物 然后芭蕉叶它是一个叶子比较大的植物 团队把极强生物们做成了毛茸茸和压克力吊饰 以及压克力力牌 那当然现场呢 还有不同味道的三分片 以及我喜欢的便签小贴纸 桌边的种类非常的多 我真的很喜欢手机的女孩 所以我又又又来啦 还有看到我之前做的小卡在摊位上 好开心喔 这一次手机的展间是以婴儿相为概念 大家也该把这些小可爱 当成baby来善待一下 这一次在画博上的呈现作品 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好多的烫金和两金金 无论是明信片 造型卡片 还是邮票啦 小卡 都使用到不同的烫金工艺 那贴纸作品也闪闪发光 直接包套起来完全不过分 如果您喜欢这一种颜色很缤纷 又不会太浮夸 还营造出一种疗愈感的作品的话 蓝诺手机是你的好选择喔 平常只要看到平天里面有这种花花 很多都是来自乐意这个品牌 这次画博的新品呢 有很美的银色 以及绝色水仙花 还有兽女系列的新品 超梦兽女 我们来翻看翻看吧 至于这一回新推出的变迁纸有三款 像是这个复古色 黑白灰和蓝色调的系列 很容易让人有选择障碍 还要和各位说一下他们的展场布置 我很喜欢这一面墙 他们说这个摆放商品的木架 原本是要放黑胶唱片的喔 结果拿来摆放转印贴纸等各种商品 也好适合好有质感 纸上旅行在画博推出的新品主题 是和晴天雨天有关 各位看一下 这个贴满灰街海报的展间 时尚感浪漫 那以我最喜欢的纸胶带新品来看的话呢 这次品牌是出了两卷和纸格型胶带 分别是sunny day 还有 rainy day 我本来很担心啊 说和纸胶带会不会不太好使用 结果贴小卡的时候呢 非常的惊艳耶 尤其是把这个比较大张的图像拿来打底 画面上就具备了基本的饱和感了 那就我的做法来说 前面只要再放上主角 或直接选择品牌的转印贴纸 就可以完成时尚小卡拼贴 另外呢 这次品牌还有和知名作家不朽的联名商品 是这一种好漂亮又很有气质的文字印章 也很契合晴天雨天主题 那不过呢 我更喜欢这一本晴雨期混合手账本 里面是把不同的材质纸张 手工车缝看起来相当的别致 微风画室的展间 维持奶茶色气的步调 还有一位小女孩主角花子 那这次两卷新品呢 风格像是可爱的日系复古创作 整体看起来是这种柔和的感觉 那新品当中呢 花环变肩组我很喜欢 这种小小张不会太厚 还刷了一层灰色调的花环 感觉就可以应用在很多不同色系的拼贴作品当中 那至于这一回 依然是有这种好看的很夸张的印章 以及各种不同色系组合的印台 赏心悦目的啦 前几年在文博会 有买过点点成的出现男子女子系列 这次在画博真的是不得了耶 是这种走日式复古昭和风的女孩子们 那我们从最吸引人的明信片来看 因为火板印刷呢有颜色数量的限制 所以每一款的颜色都不会太多 结果它们搭配起来 营造出一种很复古很独特又很华丽的感觉 我看来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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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喜欢 那还有这一款 先前我在社群上看很久的便条本 也是类似的印刷感 那我就这样翻看了一下 就不小心带回来啦 另外这边呢可以看见录音带明信片 是搭配画博主题 我的主打哥所设计出来的新品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录音带的年代呢 放眼望去一片色彩斑斓 这是琼莹老师还我同事很推的品牌 创作者擅长使用油性粉彩来打造作品 像台外上的挂布 还有衣服包包等布品啊 上面印制的渲染色彩 都是创作者的巴想 这样的图像呢 还利用了UV方式印成的高级明信片 四张刚好对应到四季很有巧思 还有一样很吸引人的祝福花束系列 这一套明信片卡 每一张都是不同的花 还有不同的古力文字 花朵呈现很细腻 整体的排版很雅致 对应这一套明信片卡呢 还有小张的邮票贴纸 也是超级讨人喜欢的耶 而且它不只是手绘风格哦 电汇的风格小花 也有另外一种美感 创作者说 他的两只眼睛 视差高达1000度 看东西是一半清楚一半模糊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一位艺术创作者来说 是一个很难的考验 那他也把这样的感受呢 做成了绘本和各位分享 每一会参加展会 只要看到有实物出现 就会很期待说他们的展间 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成练呢 这一次他们是以虚拟的专辑发响 那这张虚拟专辑里面的作品呢 都会和歌词旋律这些元素有关 但因为实物是印花设计品牌嘛 所以他们会把印花 应用到所有的商品当中 我们先看到新品和纸胶带 这几款花纹搭配烫金 是闪爆了我的眼 那PET胶带的循环图真滴 是不要太好看耶 印台套组的颜色 不但是搭配的很别致 Sample很别致 就连个别印台的名称也很别致 小可爱扭蛋 还是很别致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一个接着一个扭 那我好好感受一下这些作品 他们是带给我一种 很悠闲的坐在窗边喝咖啡喝茶 那种心灵上的愉悦感 希望我以后能拿这些作品来拼贴 也可以呈现出这样的情绪 给大家疗愈疗愈 哇 茄子先生的展间 我是何其的幸运拍到空几啦 先来扫试一下他们家过往出过的指胶带系列 这一回是出了切合大会主题的录音带系列 品牌的风格文青时尚 有很多元素 都是生活中会出现的物件 作者把它们幻化成了很有质感的作品 连这个吊卦的展示陈列也是一样哦 用旧杂志 旧书报等素材来制作 质感就是这么的好看 打造出猫猫鬼等角色的山东馒头 用简单线条呈现出疗愈的生活场景 这一回搭配了我的猪大哥这个主题 他们在品牌原有的吊饰上 又多了黑胶唱片吊饰 无敌可爱 而且好像还真的可以听音乐哦 但是我不太会用 创作者本身因为是有在玩音乐的 所以这一次主题就发挥得非常完美 像这种闪亮亮的乐团贴纸我就很喜欢 其他还有服饰类、装饰类的图像应用 那现场摆放的这一种大型公仔 也是颜色很精致、做工很细腻 全都带有一种可爱又幽默俏皮的感觉 就像创作者本人一样 胖古人也是这一次画博当中 我很期待的摊位哦 毕竟是中文系出身的嘛 当初一看到LINE贴图有胖古人 立刻是大买大用 这一次呢终于在这边相见啦 创作者他带来自己捏的超级限量版小公仔 那其他的主要商品呢 有先前出的书籍 还有很符合上班族使用的小磁铁 胖古人以及他养的小猪东坡吊饰 不同主题的明信片 小贴纸门还有拼图 原来啊这就是史派克说的 无法脱离苏世权的猪东坡啊 这一次画博 还有我心目中美食汉堡的第一品牌 日投 展尖用色一如既往的宝盒 各种厌世宝和厌世热狗商品 也非常的缤纷 从商品中他们的小眼神来看啊 好像都可以联想到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一些烧状况的时候 内心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表情 那这一次呢 我特别特写了这两位厌世汉堡公仔 这个表情和动作都很做自己呢 超棒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 以人体升值器官为主题的创作品牌 先前的文博会和日历的影片当中 都曾经有出现它的身影 创作者利用了各种物件和美食 来呈现人体的升值器官 还把它变成了小吊式 明信片 以及加克力力牌等不同的周边 这一次呢 还有这个一系列造型的卡牌 我每一次在会展上面看到它 都觉得好有趣 我只在乎你的摊位呢 这一次和我打工的马路口小花式摊位 刚好是遥遥相望 它们一样是集结了很多不同品牌的 转印贴纸 贴纸 以及PET交代 还有小吊式等各种商品 不过这一次呢 还有一项超特别新品哦 是这一种小转盘吊式 选择你喜欢的主题 就这样子转一下 就可以看出你的运势指引啦 如果你有选择障碍的话 也可以拿它来帮助你做选择 算是很特别又很实用的商品哦 好看到这边 我们也来看一下画博现场 我的歌单 插画针键入旋展 这边呢 是各家创作者的 偶心力写之作 OK最后呢 我们再把我的战利品门 快速扫视一番 这一次呢 我采取好好逛展 颇散消费的策略 把喜欢的作品 都有好好的拍下来 也在预算之内 把喜欢的商品尽量带回家 因为人生苦短 当购买玩具咯 好的 又是一次美好的逛展经历啦 各位在展场里面 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主打歌了吗 希望经过这一次的逛展记录 把美好文创带给我的疗愈感 都可以好好的分享给大家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见啦 崩